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人类从未去过的地方 就在地球中央森林深处的一个地方 四处长满了蘑菇和伞菌 这里是蘑菇族人的家园 太好了 我的蘑菇长大了 我的蘑菇长大了 我的咒语起作用了 莫莉 我的咒语起作用了 哦 我为你感到骄傲 正如你所见到的 蘑菇族人用魔法种蘑菇 不只是蘑菇 他们甚至用魔法来创造艺术 修补东西 对大多数东西都是如此 魔法主要是男人的工作 而女人呢 所有的女人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打扮漂亮 蘑菇族人对他们的土地 他们的蘑菇田和他们长而浓密的尾巴 感到非常自豪 他们会花很多时间用小蝴蝶结或者鲜花 以及各种各样的颜色来重视自己的尾巴 一天晚上 莫莉 孩子什么时候出生 随时都有可能 我希望是一个会念咒语的男孩 或者是一个仗着世界上最漂亮尾巴的 漂亮的女孩 那么我到底会有一个弟弟还是妹妹 你 我还没改好装置呢 快拿一个雨伞 一道闪退击中了莫莉 她晕倒了 等候几天后 我们的宝宝 我们的宝宝 我们就叫她帕洛伊吧 莫莫莉 帕洛伊 真漂亮 怎么回事 德鲁木和莫莉的小女儿 帕洛伊 出生时就没有尾巴 没有尾巴的魔果族人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她不是真正的蘑菇族人 不行 不可以 这是对真正的蘑菇荣誉的侮辱 没有蘑菇族人 愿意和帕洛伊成为朋友 帕洛伊永远也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都在回避她 为什么她的父母似乎也在回避她 是的 她少了一条尾巴 但这并不是她的意愿 因此随着帕洛伊年龄的增长 她变得孤独 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跟她说话 她开始变得结巴 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 不等等 你到那个吧 我把这个拿出去 那里面是谁 是你的女儿 来 出来吧 孩子 你不想跟爸爸妈妈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我 孩子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帕洛伊 马上回屋去 顺便说一下 帕洛伊做了蛋糕 他 他没有尾巴 我说了 进去 要是你没有走到闪电中就好了 可怜的帕洛伊一直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要受到惩罚 随着时间的流逝 有一天 德鲁姆 你是这个村子里最有影响力的蘑菇族人之一 你还没有送帕洛伊去上学吗 他现在长大了 你 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我不在乎 每个孩子都应该上学 所以德鲁姆不得不送女儿去上学 对帕洛伊来说 一想到整个上午都要待在外面 每个人都会奇怪地看着他 取笑他 躲着他 他就害怕 他独自一人哆哆嗦嗦地坐在教室里 早上好 蘑菇小姑娘们 早上好 蘑菇女士 帕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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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开始读 谁愿意大声朗读 你想试试吗 老 老 你好 老 老 我很高兴你能来上课 这也许是第一次有人真正喜欢帕洛伊 帕洛伊决定要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 他在咒语方面有天赋 一天晚上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发现了这一点 看我找到了什么 一只受伤的蝴蝶 我马上就能搞定 为什么我的咒语不起作用 你就不能把这个简单的咒语念对吗 给他一点时间 给他一点时间 西福 妈妈 我说的对 帕洛伊 其实并不介意西福说什么 因为他习惯了别人的刻薄 他真正感兴趣的 是如何让咒语生效 爸爸爸爸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真的吗 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时间 不 不 我 我 你不会明白这些事情的 就给我拿吃的 帕洛伊 帕洛伊学得很快 能够用新的 创新的咒语 做出非凡的事情 但是 那么 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好的 帕洛伊 呃 是 是 我知道你知道的啊 哼哼 是 是的 我 我知道 但是 我明白 你只是不习惯说话 你想要继续吗 是 是的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我们以后 每天一起课后大声浪读 好吗 哦 好 好吧 所以 每天放学后 帕洛伊和他的老师会一起努力 他们读书 学习 最重要的是 他们会交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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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 这真是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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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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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吗 是 是闪电 让我 变成了 变 变成了 这 这样 重要的不是我们的长相 而是我们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很棒 你很有天赋 帕洛伊 不要让任何人夺走你的天赋好吗 你做的那个咒语实验怎么样了 还 还没 准备 好 继续努力 好吗 好 好的 帕洛伊做了一个梦 一直以来 他都认为是闪电伤害了他的母亲 因此他生来就没有尾巴 都是因为他的父亲想保护他的蘑菇 如果 如果他能施个咒语 让他父亲的蘑菇永远不受雷电 或者任何风暴的影响就好了 帕洛伊开始研究施咒语 放学后他会开始研究 半夜在家里也会偷偷的忙活 几个星期 几个月 整整两年过去了 一天晚上 我的诅咒成功了 成成功了 他偷偷溜出去 对他父亲的蘑菇抵失了咒语 那天晚上 西福 今晚可能有暴风雨 去盖好庄稼 你妈妈和我要出去 好吧爸爸 我晚饭后去 但是西福真的忘记了 那天晚上真的有暴风雨 一场可怕的灾难 村子里的所有庄稼都被严重破坏了 除了德鲁姆的庄稼 这都因为帕洛伊的咒语 当帕洛伊的父母早上回来的时候 多么可怕的暴风雨 我们的庄稼 就算把蘑菇盖起来也救不了他们 什 什么 你的庄稼 德鲁姆 茉莉 茉莉 我们 我们庄稼没有事 这是为什么 很像是个臭语 西福 西福 什么事 我的儿子 你创造了一个咒语来保护我们的蘑菇 我 我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把咒语也告诉我们吧 我 我还需要完善一下它 每个人都为德鲁姆感到高兴 但有人非常激动 就是村长托洛 我需要那个咒语来知道 得到神奇的蘑菇 等咒语完善了 我们就分享给大家 得了吧 我们蘑菇族一辈子都在使用咒语 任何一个蘑菇宝宝都会告诉你 这个咒语已经很完美了 你的庄稼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你撒谎 就是为了得到王国最好的蘑菇 马上给我咒语 否则我就把你从这个村子里赶出去 你 你不能这么做 我是村长 这里要听我的 所以你要么给我那个咒语 要么 你 你 赶 回家的那一天起 我就一直在这么做 你 帕洛伊 是的 没有尾巴的蘑菇族人 帕洛伊 你做了这个漂亮的伟大的神圣的咒语 我不想让闪电再伤害任何人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咒语的作用 我会和你们分享 就在这里 这是与你们所有人分享的咒语 现在没有人会在暴风雨中冲出去覆盖他们的田地 也不再会有没有尾巴的帕洛伊出生了 我们 我们 非常 非常 抱歉 我没有尾巴 但你们忘了 即使是没有尾巴的人 也有心灵 能感受到痛苦和侮辱的心灵 他们依然拥有智慧 可以做出美丽的事情 如果不是我的老师 我可能还在某个角落里哭着挣扎着 说不出话来 那天 蘑菇家族意识到 我们的掌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顺便说一句 从现在起 创造魔法的工作不再只是男孩的事了 女孩也能做到 我会想让你再跟大家分享位置 我会想让你一遍 被照着 我有一点 我会想让你带来 我会想让你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